在影视剧中扮演过小龙女的女星很多,但最有代调性的却只有三个,陈毅莲版李若同伴以及刘依菲版,这三个女星也是同时都扮演过金庸剧王雨嫣的女星。 虽然一代比一代美艳,但是论经典还是陈毅莲版最出彩也最有标记性。 当年连周润发都为她痴迷,甚至在分手后还一度闹自杀,而刘德华也曾公开称陈毅莲就是她的女神。 然而陈毅莲却在经历过一段失败婚姻后,就放言不会再找伴侣,一代女神最终无归属也是让人无限兮兮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,陈毅莲出生在香港一个名叫乡下,中学毕业后就开始进入社会打工。 16岁的时候陈毅莲抱着试一试看的心态,报考了无限议员试炼班,结果入选第六期,毕业后就签约成为了无限议员。 众所周知,TVB议员众多,很多都是得熬几年才能上位。 而陈毅莲则从一开始就受到立鹏。 起步阶段就在正少秋版《倚天吐鲁剧》中扮演了小招,又在《楚留乡》中饰演了杨燕。 那时TV里立鹏小生周润发主演的大亨,陈毅莲就演了一名艺术, 也是因为这一部剧让她跟初恋情人周润发普出恋情。 当时周润发爱得痴迷,对陈毅莲很是忠心,成为了娱乐圈的金头玉女,备受看好和祝福。 跟周润发练气稳定后,陈毅莲一连出演了多部金钟剧迎来了事业巅峰。 1982年,她主演了武侠剧《天龙八部》,在剧中扮演了王宇嫣。 1983年,又在武侠剧《神雕侠侣》饰演了小龙女。 冰淇玉杰的模样让当时主演杨过的刘德华都为一只心动。 多年后,华仔还说拍《神雕》时,我真的觉得她是我女朋友, 大家各自回家后,我还会担心她挂念她。 后来,她跑去拍电影《最高无上》做谈有你女友,我还暗地感得不开心。 而该剧在播出后就收获了一片认可,让陈毅莲成为全民女神。 然而,这时她跟周润发的恋情却走到了尽头,两人随后宣布恋情无疾而终。 据说周润发因此伤心欲绝,还闹出要自杀的传闻。 而关于分手原因,多年后陈毅莲说,很多人指我们是完定下情, 但事情是因为周深太忙,我们根本没有太多时间拍拖, 久而久之很难继续下去,所以分手并不是因为传媒压力。 看得出来,两人的情中也是因彼此越发的忙碌和剧场而破裂。 而在跟周润发分手后,陈毅莲就跟一位圈外华商, 陈超舞交往,随后在美国结婚。 婚后,陈毅莲受邀去了台湾发展,出演了台版剧, 《射良英雄传》里的黄蓉, 还有台湾版《大红灯笼高方卦》里的四仪态宋莲。 但在90年代初,陈毅莲的婚姻却遭遇变故, 随后跟陈超舞离婚家之事业第一潮期, 于是在隔点就果断宣布了吸引。 但出舆论圈后,陈毅莲也并没有闲着, 而是转身投入到了公益项目中, 这位一名专职社会工作者, 为精神病人和肢胀儿童教授讨议, 并开设了涉意逃逸配信中心, 专门帮助这一张人士康复。 在感情方面,陈毅莲还跟广告女导演蔡美之 有过一段同性绯闻, 两人被媒体拍到同居,多次同进同出, 而同性绯闻关于这个问题, 陈毅莲并未否认也不承认, 只是说反正任何形式的爱情都无需要浪费时间, 这段绯闻沸沸扬扬传了11年, 直到2005年传出分手。 2007年陈毅莲新影十一多年后受无限力邀付出过一次, 拍摄了无限剧原来爱上贼, 宁愿望族等, 但之后她就再次选择了新影。 现年56岁的陈毅莲依然单身, 在经历过婚姻失败的分手后, 她坦言不会再盲目寻找自己的阳过了。 陈毅莲说我一个人都好开心, 好享受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, 我专心将所有时间做慈善工作, 不会再找伴侣。 Win莲这里是女性的最方向前的风格。 等下来派车。 感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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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。